今天和大家回顧澳门上半年工商店的市况 及下半年的走势 首先回顧近年受政府迁出而大幅下跌的工商市场 上半年工商市场表现质重疲弱 估计写字楼上半年的成交量是33单 比去年跌了55% 公下21单跌了5% 而写字楼上半年的空置率 南环上升了0.1% 王潮上升了0.9% 新口岸升了2.7% 这两三年众所周知 写字楼受到政府部门的租客支离 或者预先通知业主准备辞理的影响 南环区和王潮区从最高峰到1200元一尺 跌到5500-6000元一尺 新口岸从10,000元一尺跌到平均4000元一尺 是众多类别里面跌幅最大的一行 租金方面从平均大概25元一尺跌到 现在只有15元一尺左右的历史低位 比起高位至今跌了大概四成 在租金方面 而卖价反应更加敏感 跌幅超过一半 而工客方面用于办公用途的一些工客 受到比较大的拖累 早年由于共享卖公司的需求比较大 不少业主或专业公司都会用一些工客 去改造写字楼租给人 但现在写字楼的租金一路下跌的情况下 工业大厦的租金也都随之下跌 导致有一些用于办公用途的工客 亦的价钱跌得不少 以近期暴风工业大厦为例 八千多尺 陆德成交跌穿了二千七元尺 创造了大厦的一个尺价新低 对比起疫情跌幅超过三成多 但另一方面由于旅客重入澳门 商业活动增加令到厂房的需求也大增 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功能性的 大面积低层可以入到大货柜 設備比较齐全的一些厂房 最近的一个查询量和一些租客 是明显大增的 预计下半年工客市场 我们估计租务需求是会大增的 尤其是一些有功能的厂房 但是在一些融入写字楼用途的厂房 我预计都是持续会下跌 写字楼方面由于之前写字楼的空置 集中一段短的时间内大幅释放 一面道令到价钱超出了实际的租金不少 其实写字楼如果以3% 或者一个王朝十六元一尺的写字楼计算 大概值六千四元一尺 如果按地价建筑法计算 其实成本我估计起码要超过七千元一尺 所以现在写字楼大概五千多六千元一尺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水平 亦都根据一个政府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的企业生增量 亦都是从千八回升至二千一 而且每个月的走势亦都呈上升 反映了澳门经济处于一个回升的阶段 亦都是政府驱动息度多元 大力支持金融、中医药、大健康、高生技术等等 一些成功的方向 现在购买写字楼自己用的话 还会有四例的利息补贴 所以我认为写字楼的价钱 跌到这么残的情况下 是一个最值得炒底的一个类别 商铺方面 今年上半年旅客量达到一千一百六十万人次 升了2.4倍 流宿旅客多了3.7倍 酒店入住率升到78% 旅游物价指数升了18% 飲食和零售业都有所上升 西餐升幅到94% 中餐是68% 零售方面 中标珠寶升了80% 皮具升了70% 白货升了62% 成人服装升了61% 总结上半年商铺都是黄的 旅游区黄租 民生区黄买 主要原因是 因为业主经历了疫情 以及受假释的推动影响 积极出货 而民生区一向容易计数 所以业主肯平十多20% 便会吸引到一些用家 转租为买 对于旅游业的复苏 和旅客量的上限 依然在观望政策的一个情况 在业主方面 租金在大幅回升数倍 例如大三巴 疫情前可能30万 疫情跌至3万至5万 现在回升到十多二十万 促使业主的叫价也大幅增加 所以令到旅游区的成交量 始终仍然偏低 总结统计局 和中原系统的数据预测 推传上半年 商铺的成交量是137单 比去年少了15% 租赁方面 1500单升了两成 至于下半年的走势方面 可以先看各区的空置量 王朝东从10.4%跌至4.8% 王朝西从13%跌至7.6% 亲口岸从12.8%跌至12% 毯仔从2.6%跌至1.3% 大三巴和板像图分别是24.5%和15.2% 现在总合计算跌至7.6% 高士德升了 从3.3%升至4.8% 黑沙环从1.02%升至1.36% 快字机从4.5%跌至2% 综合上述的数据 预计旅客的数量都会持续上升 虽然福上通车和加息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 但几个%的利息和2,000部的北上通车 始终同200万 甚至未来有机会300万的旅客 和消费力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我预判下半年的商务市场 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即使民生区也不会有太大的跌幅 多谢各位收听每季度的楼市总结 如果想持续收听可以关注我 如果想获得详细的数据可以留言给我 这次提到更多了 cticamente planted 些详细脑的逻辑